非洲用了三年的时间都没能将木桥修好 而在中国小哥的带领下 仅用了三天的时间就可以通车 这是何等的奇迹 那为什么印度花了三年都没能完工 难道是他们不懂造桥技术吗 还是因为懒惰呢 而中国小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难道说中国小哥有什么奇特之处吗 还是应用了什么高科技产品 不要走开 我们往下说 下面的内容将为你开启新的认知 这座微桥位于非洲安哥拉的一个小村庄 是五年前一个工艺组织 为了方便这里的村民 特意建造的 而在建好后的第二年就被当地洪水浸泡 使得木桥桥体变形 扭曲 成为了当地的一座名副其实的危机 给过往的村民带来了安全隐患 为了缓解村民出行 当地政府也不断给桥生加固修缮 由于当地每年都有较大的迅情 桥生慢慢变得破旧不堪 经过怂怂补补补的三年 今天终于不能再正常行走了 木桥彻底坍坍 为了解决村民风行问题 村里的村长刻意向附近办企业的中国小哥 寻求解决办法 这位就是中国小哥董老板 他连忙赶到现场 查看桥体的损坏情况 经过认真检查 他发现老桥基本上没有修复的可能 只能从其他位置再修建一座新华 这位董老板可是当地的村民 他为当地的村民做了不少好事 就在前几天还特意拿来独草席 因为这里的村民实在太平坑了 连像样的床都没有了 为了村民的安全 他决定尽快在这里给村民建一座新华 说干就干 第二天大情况 他就把村民集合在一起 首先他安排村民在附近寻找一个河面轿站 适合搭建新桥的位置 经过村民的不懈努力 纵于勘探到一处比较适合搭建新桥的位置 紧接着将新桥两端的树木全部砍倒 整理出一段可以供车辆行走的道路 经过董老板的指导 村民干得不亦乐乎 看样子印度村民他们的工作效率还是挺高 没一会儿大家就将原本茂密的灌木头 整理得井井有条 你看这位非洲小哥正在收集大家手中的小木棒 这样的小木棒对建桥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你怎么都想不到 木棍虽小却有大智慧 在后面的视频为大家揭秘 对于建新桥的牢固程度 完全取决于材料的选拟